第3565集 风都大地望着他 嘴角露出了莫高深莫测的微笑 只要他们上了山 我会有办法锁死整座山 只要他们上山 就再也下不去了 什么办法 叶少阳皱着眉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叶少阳的嘴角抽搐 你知道我最讨厌这句话 如果你有什么伏笔 干脆说出来 这里又没外人 有你在这 总不至于有人偷听吧 林三生说 一点也没错 这王大了说 这一战关系三界的命运 王小了说 关系我们这些人的生死 任何情况 还是提前讲清楚吧 不然我们也没必要卖命啊 大伙纷纷点头赞同 丰都大地看了他一眼 我在冥王大殿坐镇时 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 跟我说话 这问题你现在不在冥王大殿 要是没我们 你连冥界都去不了 叶少阳不以为意 这一战打不赢 你永远做不了你的王座了 打赢了 我也做不上 风都大地轻轻一笑 这正是我要说的 在你们获得诸神之力的过程中 我会封锁整个徐秘山 头要这么看我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纵然是我 也没办法同时拦住 一心退却的贵王和明和老妖 如果再加上一个赤油 至少能拖住他们 面对大伙疑惑的目光 他接着说 我会燃烧自己的原神 还有吃油的 以他体内蕴含的力气为媒介 施展万事发咒 到时候还有熟悉的朋友帮忙 好吧 我干脆全部说出来 我的帮手是地藏菩萨 老和尚葬了这么久 这一战 他也会付出 全力应对 这番话的信息量太大了 大火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还是叶照阳试探的问道 我是不是能理解 你跟赤油同归于剑 用原神崩毁的力量 来给鬼王二人施压 可以这么说 就算你是大帝 原神一旦崩毁 你没办法复原了吧 当然 生命的流逝 三界规则 谁也不能例外 所以 我会化为精魄 数百年之后汇聚 成为最低级的普通的生命 丰都大帝 有点轻蔑地忘了叶少阳一眼 你身为法师 这么简单的天眼规则 还学问我 我只是不敢相信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 你要牺牲你自己 这 任何人都能牺牲 为什么我不能 风独大帝回答得很随意 从我焚烧自己的肉身和灵魂 用原神控制吃油的那一刻气 我就注定要死 不过时间长短 好了 这问题我想没必要再讨论下去了 叶少阳已感人的内心 还是海然不已 难以接受风独大帝的话 那个 我只想问一下 这你死了 阴丝怎么办 会有新的大帝 新人心起想 没准对阴丝是件好事呢 风独大帝轻笑了两声 能说说是谁吗 叶少阳追问道 不能 总之不是你 我也不看啊 叶少阳贪了贪手 在风独大帝的要求下 大家都不再好问相关的问题 不过内心的惊涛海浪 还是无法平息 为了打赢这场仗 风独大帝居然连自己的性命都贡献出来 这仗还没打 背状的气氛就已经有了 地藏菩萨如今在哪 林三生问道 这个你不用管 总之也不会失约就是 那 我还有个问题 大帝在上 小青工人行了个礼 他毕竟是在阴丝当过差的 见到风独大帝 不敢不恭敬对待 这十七年前 鬼王进攻风独场的时候 钟魁天使 还有无量计的道计 等一批神佛都进入了六道轮回之中 他们如今在哪 他这么一问 大家也都竖起了耳朵 等着风独大帝的回答 的确 这十几年来 法术界除了猜测转世灵童 和风独大帝是哪一个 也在不断地猜测这几位强者 都投胎成了谁 风独大帝沉吟拜上说道 这个射击造火天机 我不能回答 只能告诉你们 他们如今还在人间 有些成了法师 但还未觉醒 什么时候觉醒 叶少阳问道 我在找持有火拼之间 做法给他们几个增加更浓重的 台中之谜 因为我发现 他们在这一战中帮不上什么忙 若是战死 法术界的应对下一次天界时 或许会失去 能够力挽匡澜的领导者 他瞥着叶少阳一眼 就如同你这样的 叶少阳无奈道 这次还不知道 能不能熬过去呢 您老啊 就别想将来了 算是保留火种吧 如果你真想知道 伸手给我 叶少阳冷了一下 伸出了一只手 风都大帝在他掌心轻浮了一下 叶少阳抽回了手 看到了掌心 出现了一团混沌的光波 就像小时候 在课本上看到的那种 三地立体图画那样 盯着看了几秒钟 感觉整个人 一下子就进去了 在一片耀眼的光波之中 他依稀看到了一个身影 像是火线拼接起来的人 一晃一晃的 很是抽象 有点像电视信号不好的时候 那种重影 费了好大功夫 叶少阳总算大致 看清了这个人的脸 是他 王小宝 在他身体之中 还有一个影子 跟他重叠在一起 虽然看不清脸 但是能够看到服装打扮 头戴防锤官帽 身穿躁色长袍 脸如黑毯 下巴上有一大团 倒入的胡须 这形象整个三界 怕是找不到第二个了 中魁天使 原来王小宝就是他的转世 叶少阳顿时感到很欣慰 不过这性格差距也太大了吧 叶少阳自言自语 不过他随即想到 转世本来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之前的天赋和性格 都不会带到这一辈子 只有真正觉醒之后 才会跟前世的记忆产生联系 这小宝显然没有觉醒 对前世一无所知 光影逐渐消失 在拼凑起来的时候 重新出现了一个身影 这次是一个姑娘 跟之前一样 身上也有一个重影 连看不清楚 但能够看到一个光头 倒计和尚 这怎么 还投胎成了一个姑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提供